每日福音 那时候耶稣渡过加里勒亚海 也就是提比利亚海到对岸去 有一大群人曾见过耶稣治好病人的神迹 就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在那里和门徒们一起坐下来 这时候犹太人的愉悦节快到了 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来 就对菲利伯说 我们到哪里买饼给他们吃呢 耶稣这样问 是要考验菲利伯 其实他自己知道要做什么 菲利伯回答耶稣说 即使买了两百块银钱的饼 也不够他们每个人吃一小块啊 耶稣的另一个门徒 西满伯多路的兄弟安德勒说 这里有个孩子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对这么多的人来说 又有什么用呢 耶稣说 叫众人坐下 在那里的青草茂盛 大家都走了下来 但是男人的数目 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 注谢了 然后分给坐着的群众 把鱼也同样分了 让他们尽情吃 大家吃饱以后 耶稣对门徒们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 不要浪费 他们便把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也就是大家吃剩的 全部收集起来 竟然装满了十二筐 人们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真是那位 要到世上的先知啊 耶稣知道他们 要强迫他为王 就避开人群 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我们看在今天福音当中 五千人借着分享饼和鱼 惊艳了爱的神迹 这是舍身至爱的表达 也是耶稣爱人的方式 记得教宗本读十六世 曾谈及高举自我的爱 和舍弃自我的爱 并鼓励我们要效法后者 所谓舍弃自我的爱 是人对真正幸福 和自身福利的渴求 在走进他人的过程中 减少关注自我 从而寻求他人的幸福 耶稣通过保育五千人 教导门徒 需要被关心他人的 慈悲之爱所转化 因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就让我们 接受他的邀请 尝试着从自我走向他人 并获得真正的幸福吧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